大家好,今天是7月20日星期三 星期二晚美股急升,港股跟隨 星期三開始急升,恒生指數開始升300點 國企指數升80點,科技指數升90點 阿里巴巴升3.87%是升幅最大的藍籌 零指數升56點 美團升2.4%,零指數升30點 有幫保險升1.7%,零指數升29點 匯豐升1.3%,零指數升22點 騰訊升2.6%,零指數升22點 藍籌之中,自有長江基建和中電開始未跌 A股開始後升12點 開始後升幅跨大行,生指數升400點 最高升到20111,升450點 阿里巴巴升4.16%,零指數升60點 美團升4.15%,零指數升52點 有幫升2.1%,零指數升35點 還有廣交所升2.7%,零指數升22點 零售股都反大 海底撈升2.8%,李寧升2.4% 安道升2.7%,創科升4.4%,升幅最大的藍籌 醫藥股都上升,藥名生物升5% 中深圳藥升2.5%,石藥升2.5% 微創機械人升8.5%,載定升6.7% 科科升9.1%,微創醫療升5.9% 商堂回購股份,令股價升14% Bilibili升9.2%,葵程升5.95%,阿里健康升5% 但電動車股下跌,比亞迪跌1%,李寧升5.6% 小鵬跌2.6% A股上市收市升22點,恒生指數上市收市升359點 國際指數升129點,科技指數升103點 成交490億元,下午早段廣股變化不大 都是升300多點,阿里巴巴升4.1% 零事實升60點,美團升3.2%,零事實升40點 但內房股仍然偏遠,龍湖跌3.4% 碧桂園服務跌2.4% 租國海外跌1.97%,華人次地跌1.45% 拖累到廣股下就升幅收窄 收市行生市數指數升229點,國際指數升81點 科技指數升70點,成交893億 港股連續兩日成交淡靜,成交不足一千億元